我看見了一部電話 我的衣服從第一天暖到最後一天 不過左衣服從小衣服變成大衣服 今天要玩 現在我收拾東西收到有少許崩潰 其實我覺得已經敷了五六成 盡量收到一塊磚 比一塊磚重 挑一下它的重 很重 一定超重 不過最近學空公司應該不是那麼嚴 然後我要帶一些產品 可能要回去試用拍片產品 這些衣服都是要拍片的衣服 我都要戴在這邊 然後我的帽子 基本上沒有怎麼戴 但令我最頭痛的是這邊 你看到很多盒子 很多霜 有一些是公關品 這邊還有一大堆 裡面全部都是產品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就要儘量戴韓國試用 畢竟都是客戶一番心二大 怎麼將它們的體積縮到最小 我記得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可能只有五對抗 但我回去是有這麼多抗 我還有一大堆O-Lens的尾刷 但是因為這個消耗品 我真的會用的 所以我都會戴回去 走之前就在兩部電話 我和小巴西電話裡 都下載這個 這個是韓國的居家隔離APP 我自己就已經下載了 但要去到才可以連接到 現在我就要check in了班機 我看用這個APP可以不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飛行的details 其實我們降落首宇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五點了 因為入境的時候 其實需要打給一個韓國的聯絡人 我們就找了金仔 我就問可不可以 聽到電話 他說可以之後 我才跟他說 什麼的 拜拜 主要是確認我們 在韓國有自己的住所可以隔離 It's the moment of truth How you gonna bring this big-ass PS5 back to Korea I'm just carrying a hand Wow you have to carry my baggage too People gonna be so jealous of you Yeah You gonna try to rob me He has a very bit hangover You know last night We drink 12 bottles of wine Red wine White wine 那我現在會化少少妝 雜慣來的 我很少坐飛機 是完全鬆眼 不知道是不是歪你 我覺得化了底妝 是隔到一些髒的東西多一點 就好過真的拿自己皮膚 去對飛機裡面的空氣 反而這次回去 那個hand carry 就拿回來了 200的KF口罩 我的iPad 尿袋 銀包 這個消毒Spray 消毒了色 紙巾 很細包 最後 消毒洗手液 123 4 5 6 7 5 5 5 上了Uber了 上了大車 5 5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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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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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扶她 過關了 香港這邊其實很快 所以在這裡 還是在過關 我現在先消毒一下 剛剛我在Uber那裡少哭了一陣子 那些默默流淚 流完淚又不敢抹 因為不想點睜眼 但是 樂觀點看了 我真的好回來之後 我每天都會回來 所以 今次回來是怎樣都比不回來 十幾 二十八 萬倍 因為我的房子很冷 所以我相機直接穿了雪糊 但現在兩隻腳一直在喊救命 在香港的時候很熱 大家 那我們剛剛就過關了 現在坐下了 嘗嘗嘗嘗嘗嘗吃一點東西 我就買了一瓶水油 那我剛剛找到的時候 發現 我不見了一部電話 我有兩部電話的 iPhone 11都還是跟我一起 但是 另外一部iPhone 8 就是 有我韓國SIM卡那一部 就應該掉了在Uber那裡 剛剛坐Uber的時候 其實都在善善一下 那我一下車的時候 又比較多東西 搞多東西拿 到現在真的坐下 找一部電話 找不到 我想 九成九都在Uber上面 掉了一部電話 我也覺得 不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比較擔心 是因為我韓國那張SIM卡在裡面 那韓國的電話 還有 訂閱了一些東西 再加上入境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打電話的 可能所以有點擔心 不過 幸好小花西那張應該都是合理的 這位是粗心 但如果我爸看到這裡 我一定會覺得 哎呀 叫了你看齊自己的東西 喂 你好 是不是剛剛過Uber司機 我剛剛坐你去機場那個女生 我現在就入閘了 但我現在找我自己的 可能留了一部白色的iPhone 8 在這輛車裡 那看你什麼時候方便 你可不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有啊 是不是 是啊 我就入閘了 我就不太肯定怎樣可以拿回電話 是不是可以 哎呀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好 那我問一問我盡頭再給你電話 真的不好意思 嗯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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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拜拜 我呢 剛剛搭機場的時候 留了一部電話在Uber司機那裡 那我聯絡了 那電話真的在他那裡 但就想知道怎樣可以拿回 有沒有機會 剛剛問了幾個在機場的同事 就不可以把電話傳進來禁區的 那都可以理解 那司機都很好人 剛剛呢 他也是住在家附近 那所以明早的時候 司機就會 把電話送到家樓下附近一個位 那我就叫媽媽進去幫我Pick up 我不幸中的大幸 和司機進去 所以我不停道歉 他也是說 不要這樣說 沒事的 那我剛剛其實都聯絡了 我和他那個電訊公司 那如果可以補領的話 那當然最好呢 因為馬上可以用到 所以對了 這個回韓國的小插曲 我想 在這裡應該結束了吧 我帶了 都比想像中多人 現在是11點半左右 還有報告那時候呢 就會上班 就會回韓國的了 都很搞笑 別人家戴Hand carry一個行李箱 或者一個正正常相袋 他的Hand carry 慢的都知道他戴PS5 謝謝 要回韓國了 其實現在是晚上12點多了 路人員我開始眼睡了 你見不看到眼都閉上了 這次搭的機器 是沒有電視的 Asiana沒有電視的嗎 我不知道 我們之前跟Asiana一起玩 我可以給你嗎 你好 給Franberry 這些就是要 入境前填好好的 一共四張 這兩張是基本款 其實多了的只不過是這兩張 好感慨喔 這次是我這麼多年 就是由我去韓國 以來是回香港回得最久的一次 我想都是感受最深的一次 不會好像上次這樣 我希望又等了9個月 才再回香港 多謝 看香港Vlog的你們啦 多謝我爸爸媽媽啦 他們的影片有看 他們全部留言都有看 所以大家可以留些留言給他們看 I have a good flight w 我以為應該沒有飛機餐 但他們真心在派著 我聽不喜歡雞還是什麼 這次搖 zinc已經很噙 因為真的不停地填你的名字 passport地址 明晨5點鐘 降落了河國 3個小時其實飛手衣來說算快 但舖機就很小 其實我坐這台機 我覺得有點不安全 完全不同感覺 因為很多人脫口罩 很多人說話都要脫口罩 不太明白為什麼 或者吃飯吃完都不戴口罩 再加上我們這班機 所以是比較多人 前面左邊右邊也有人 但反而是比較鬆軟 現在就要去過韓國這邊的檢疫 還有入境 因為我們這班機是紅眼 所以下機這一刻 我看到其他班機的人都下機 所以可能會很快 還有大部份搶韓國的都是韓國人 所以外國人和韓國人那條隊 我懷疑外國人反而會短一點 很靜點 沒有人 剛剛三秒鐘過了第一關 就是交健康申報表和量體溫 他還會問你有沒有一個韓國 可以用的電話號碼打 因為我韓國電話不見了 我還會在香港 但也沒什麼 前面分流 外國護照和韓國護照 兩邊都沒有人 大概完成了大部份的程序 現在過了那個 現在拿了行李 安排我們回家的交通 就應該過了 跟香港比較 差很遠 可能我這個時間也沒什麼人 而且 韓國的檢測 就是在你入境後 三天之內 自己約你 和你裡面的一些 檢測所做就可以了 太快了 看到你了 嗯 你的機器 你的機器沒有行李 那些行李已經被人丟了出去 現在最後一站安排交通 有個司機幫我們推一架 小巴西推另一架 其實主要是去選擇什麼 交通工具 我們選了的士 然後要報上你自己隔離的地址 然後呢 那就有司機 讓他去S隔離 去他輛車裡 我是沒有開到電影的 大家 我們回家了 一個半月沒有回來 但是狀態非常OK 是純粹地板很冷 那現在我們就 洗手 洗澡 洗澡 換了一套衣服 睡了現在幾點了 現在應該差不多六點來 補免補了五六個小時 現在都下午的時間 我就要買 一些食物 就是看完過雪櫃之後 我就知道要買什麼 一些雞肉 一些蔬菜 牛肉 水果 雞蛋 老喝的豆奶 小巴西喝的牛奶 一些蔬菜 外包 就是一些我們經常會吃到的 我都預計自己會經常煮的 而且在自己家 比較袖手一點的煮食 雖然上午買了菜 但是今晚才送來 所以今天都要吃外賣 How you feeling? So good So happy This is ginger our house Feel so comfortable here And I have been unpacking since the afternoon And we arranging You know I'm almost done And tomorrow we are going to the 保健所 to do the covid test And week 3 我剛剛在撿箱 然後就將在香港收到那個 Jo Malone的Evan Calendale 所有東西都拆出來 然後帶回來韓國 然後就將它排出來 本來這個位置是純粹 出街前最後一照 但是現在是整個香水區 我剛剛上網買的菜 今晚就送到了 現在應該是7點多8點鐘 韓國在超市買菜是真的方便的 不用自己出去桌 再加上我現在旁邊 根本就不可以自己出去 平時 我們自己拿西出去買 小巴西都是好像生不如死 這個是我最喜歡喝的豆奶 尤其是冬天便利店 有些已經造暖了 很好喝 旁邊是自己煮的第一餐 雖然有點噁心 但應該都好吃 大家早上 哇 久違了在我自己的化妝桌上 化妝和get ready 現在就是我旁邊 應該是正式開始的第一天 因為韓國和香港不同 就是你到那天是不計第一天的 你要到第二天才開始計14天 所以今天算是第一天 待會我們就要去家附近的保健所 去做檢測 那韓國和香港的分別就是 韓國是你落地之後 你可以當天做 或者三天之內 去你洞內的保健所 去的方法有幾個 因為你走去 但如果你住得比較遠 走不去的話 其實政府是會安排專車給你 但如果你要搭專車的話 即是的士 那些防疫的士 你就要打電話去訂的士 到時到後 司機會去你家 留下接你 那我們因為有車 所以自己開車去就可以了 可能你會覺得 那我韓國朋友有車 他可不可以來車我呢 是不行的 一定要你自己開去 所以待會就 稍後開車 我們去家附近的保健所 都不是很遠的 3km 但走都是走死人的 幸好可以開車去 說真的很多人說很恐怖 你問我怕不怕呢 我又不是很怕 因為我覺得我不屬於很怕痛 或者很敏感 而且我覺得一兩秒 其實牙一咬就完 準繩度是比我那一刻舒不舒服 過多月沒回來的 車是 全塵了 我超想去洗車 因為中間有經歷過下雨 又下雪 有一架車全部都是塵來的 沒有辦法 我們是直接做完檢測 就馬上回家 哪裏都不能去的 好多人排隊 其實都 現在就有電資料 而且已經戴上手套了 這房子 基本上全部都是韓文 所以只不過現在肯抄我 好像抄了功課 那我們海外規格 就不用排隊 我猜排隊的是自願上來 檢查一下有沒有COVID 我們做完檢測 很快 而且我笑死 我是第一個進去做的 其實 插喉嚨 或者插鼻 一秒鐘兩秒 有點不舒服 真的完全沒問題 但不用很害怕 但很減少 進去就叫你插了喉嚨 那你不出聲 他不行的 一定要啊 這樣出聲 我自己上次的聲 喊完之後 我就聽到他超大聲 You were so loud 她一直在喊 她一直在喊 喊 OK 我做什麼她說的 他在喊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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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很奇怪 這感覺很奇怪 這是我第一次在喊嚨 這感覺很奇怪 這感覺很奇怪 這感覺很想要笑 對 很舒服 然後我們有兩袋 手衣服 手衣服 現在回到家 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回到家了 其實現在都大致上 完成了整個 入境檢疫的所有步驟 拿了一袋這樣的東西 我見人家那些是大箱 但我是一個膠袋 可能我的區比較親近一點 但重要的東西都是有的 例如有這個 這個是消毒噴霧 噴霧和小巴西一人一支 兩個KF94 這個就是一個大膠袋 給你隔壁的時候 去趕你的垃圾 好了 我現在就要去洗澡了 所以這個回韓國的Vlog 就到這裡 看看大家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簽證 入境 隔壁 這些問題都可以問的 我會盡我最大的知識 和努力去回答大家 好了 我們影片再見啦 拜拜